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上半年 约四成半受访市民已出境游玩三次或以上 当中绝大部分受访者表示 今年会为旅行花费更多钱 市民爱旅游洗钱 肥水尽留别人田 振兴本港经济似乎有点难度 值得留意的是 在港人出游的地区中 最热门的是中国内地 澳门或台湾 占约四成半 不想吃喝玩乐就指 之前亦有调查发现 有三成受访市民表示 愿意到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生活或工作 近有约四成三受访者表示 会鼓励香港青年人到大湾区的内地城市发展 可能大家过累 高官说过很多次 越来越多人回内地 证明港府多年的工作成功 香港与内地融合做得好 三成市民有意愿搬上大湾区 即是还有七成市民留在香港 用点害怕 不过又要回头 是否真的 若要生活好 不想无烦恼 港人不想定居 除了一般认为衣食住行成本低些 会不会有生活习惯 以致文化上不适应 不舒服看着又怎么办 东夫和一位不想定居的退休人士聊过 事不宜迟 东夫 接应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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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重点